今天 天州六号发射任务 组织全区核链 目前 发射任务各系统 已经完成了相关功能检查 并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早上八十许 在北京飞控中心的统一调度下 文昌航天发射场 西安卫星测控中心 以及任务各侧控战船 实施连条连控 全面模拟发射准备 发射以及飞行过程中的 各种技术状态和工作过程 考核各系统之间的 接口的匹配性和工作的协调性 参试各系统 严密组织 系统之间相互配合密切 确保各项程序有条不紊的进行 目前 火箭的状态十分良好 我们现在一直在密切地关注 火箭的每一个参数 每一个特性的变化 直到发热前最后一秒 地处热带海洋性气候带的 文昌航天发射场 近期阵雨较为频繁 为此 发射场气象系统 加强了气象监测和气象汇商密度 确保为发射日提供精准的气象预报 任务进入到关键的加速发射阶段以来 各系统持续开展 设备设施状态复查 从今天的全系统气节以及全航区和链情况来看 目前 火箭 发射场 货役飞船各系统状态良好 已经完成了火箭加速权的所有准备工作 天舟6号将是神舟15号航天员乘组 载轨迎接的第一艘飞船 目前 三名航天员已完成手控摇操作演练等准备工作 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良好 运行稳定 静候天舟6号的到来